嗨,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泽友进学的CGT老师 然后又很开心可以跟大家见到面 那其实这支视频呢就比较稍微严肃一点 就是如果你在日本考修士的时候 然后失败了应该怎么办 那首先的话日本的修士一年是可以考两次 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就一定算是机会蛮多了 而且它是你可以想报几个学校就报几个学校嘛 当然说报多了的话你可能也没有精力去考这些学校 那经常会发生的事情就是说 我下期那次考杂了 然后就可能会心里会有点打击啊 因为下期大部分大家就是会考一些保底校 然后东西去冲一些好的学校嘛 然后下期保底校都没考过 然后就觉得那我东西是不是没有信心去冲好的学校了 那这种情况下要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啊 或者说有心思考考研这件事情嘛 那我也结合我自己还我身边的朋友的经历 然后给大家讲一讲 那首先呢考研失败其实是很正常的 然后也不是说你能力不够 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因素了 那这期视频呢其实也就是要让大家整理一下 如果你失败了的话 那大概或是在哪些环节出现了失误 以及我们怎么样去根据这个自己的失败经验 然后去调整自己 然后争取下一次考上 那首先的话如果你是在国内的话 那你考上就不会跟你的签证挂上钩 所以你可能就没那么着急 如果你是在日本的话 你有可能比如说现在在语言学校 然后明天考不上的话 那你就会很慌啊 就不知道自己的签证挂在哪里 那夏季的话呢 如果大家是新开始学的话 一般情况下会在一年之内考进去嘛 因为考不上的话就没有签证可以挂 那这个情况下呢 就是夏季如果都没过 那冬季的话我就建议大家也去除了报几个保底校 也会可以考虑一下一些研究生项目 那日本的研究生就是说国内的那种旁听生 然后有些学校的话是会给一年的签证 你先把这个拿到 这样子的话保证你 所以你也是可以待在日本 然后如果是国内的话呢 就看你自己吧 就我到底是不是很想要去读日本修士这个东西 如果不想读了的话 其实去工作有事不行 那首先是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讲 那我最开始的时候 大家可能看过我之前一个视频 就是为什么五个月之内考上禁印 为什么我第一次考学失败呢 就是我当时其实是有点 不是很清楚日本的整个考学体系是怎样子的 所以我只是很着急的在那里乱报你 你知道吗 我都不知道自己的研究题目其实是受回学 然后也没有去学受学的专业知识 然后我就去报 还报了一些很垃圾的学校 一个都没上 我当时打击可大了 就觉得什么啊 这么野鸡学校都不要我吗 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就调整了一下心态 然后就还是好好去学吧 因为我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是想要在日本 接着读下去的 然后我就去报了一个研究生 然后很幸运 因为我一个朋友跟我一样 他也没考上 然后他研究生也没申请上 他回国了 然后我们两个就一个在日本继续考 一个在国内继续考 然后我当时就是过了五个月之后 然后我就考上了 那我那个朋友呢 他也是过来考 拿那个旅游签 然后又回到日本考试 然后他又比我多考了两次 然后就没考上 一个都没考上 然后他就放弃了 就去工作了 那如果是在日本的话呢 夏天没考上 首先有可能就是说 如果是有比试的话 那你连比试都没过的话 那肯定就是你的专业知识学的不够 那如果说你定了比试 然后面试没过的话 一般情况下 比试过了的话 面试过的概率就会很高 如果你面试落了的话 真的是可惜到不行 那这种情况下 可能就是你给老师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没有提前联系过老师啊 或者说你的研究计划方向 和他真的太不符合了 如果说只有面试的学校的话 那这个的话 就是看你的研究计划书的质量是否过硬 还有你的日语能力是否好 那如果说有时候真的觉得打击太大了的话 适当的给自己稍微的放松一下 稍微给自己休息一段时间 然后再站 好 那今天关于这个话题呢 我就讲到这里 反正也就是说 首先吧 看你自己 我自己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我到底想不想要读这个休息 如果想的话 那你就可能再放半年 或者一年的时间 再去好好地做准备 如果说你觉得太难了 然后自己心态上受不了的话 那去工作也不是说不行 对吧 然后第二点的话 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是要好好地去 想上一个好的学校的话 就不要说太不自信 觉得夏天撒击到了什么的 完全没必要 就你好好地去针对 自己可能会出现的错误的地方 或者就是这几个地方 一定要注意研究计划书 自己的专业能力 还有面试 特别是口语的能力 那这个的话 你自己就要去 专门有意识地去提升这方面的能力 OK 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然后现在大家已经在陆陆续续地出院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冬天 合格 合格 拜拜 拜拜